在经历过近期的中概股暴跌之后 各大机构都在目标转向了国家政策认可和支持的领域 其中就包括新能源汽车 而今天的这个视频要聊的就是国产三大造车新势力之一的小鹏汽车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目前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一记绝尘 小鹏在销量上也不如未来和理想 后面还有哪吒汽车等竞争对手虎视眈眈 但在我看来小鹏汽车还是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投资亮点 首先是更高的效率以及丰富的产品矩阵 纵观小鹏的发展历程 从15年开始运营 18年小鹏G3开始交付 20年推出旗舰车型小鹏P7 再到今年年中推出的小鹏P5 小鹏汽车的效率值得肯定 而这些车型也意味着小鹏能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 以更丰富的产品矩阵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此外第一批小鹏G3在20年年底时已经抢先登陆挪威 进居新能源汽车领域兵家必争的欧洲市场 这使得小鹏在海外的扩张中也占得先机 为了支撑市场的扩张 小鹏汽车也为自身规划了更高的产能 小鹏很早就开始了旗下的自建工厂的布局 从最早的广东兆庆工厂 再到建设中的广州以及武汉工厂 规划产能达到35万辆每年 在资本市场中小鹏也有着更有远见的资本布局 率先回到港股上市的小鹏 在资本上比新势力中的另外两家来得更加游刃有余 引了更好的规避相关风险 而这两次融资所带来的好处是 小鹏汽车账上有着接近500亿的现金储备 这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底气十足 此外在自动驾驶方面 小鹏也有着非常强的技术积累 小鹏宣称旗下的自动驾驶技术为全战式自研 在未来这将是小鹏最重要的合金竞争力之一 目前小鹏P7使用的X-Pilot 3.0 已经是量产车型中最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之一 更可贵的是 已经有大量车主选择购买了这一服务 这意味着小鹏的营收 除了一次性的车辆销售收入之外 更可持续的软件服务销售 也将开始贡献利润 如果以新能源汽车领域通用的失销率作为估值方法 目前小鹏已经被市场给予了相较于 未来和理想更高的估值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小鹏汽车依然是我们进行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时 非常值得考虑的投资标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新年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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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